那么对于普通的一个老百姓来说 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我怎么能够不得这样的一个肺炎 我想首先还是要注意 在这个时候 大家尽量减少去一些人员密集的地方 那么同时 不管是在居家还是工作的这些学校 现在当然学生已经放假了 去工作的这些场所 那么还是要保持室内的能够通风 定期通风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那么即便是在北方 在冬季呢 也建议要短时间的开窗 也要一定的这个通风 那么在出现了一些发热 或者咳嗽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呢 建议一定要戴口罩 就是我们要讲究叫口罩文明 提倡口罩文明 那么打喷嚏啊 这个要用手绢 或者是指要捂住口鼻 另外呢 一定要戴好口罩 既是对自己的防护 也是对其他人的一种 这个保护 那么这是常规的 另外呢 要勤洗手 经常洗手 特别是如果不小心用手 捂住自己的口鼻 打了一个喷嚏之后 一定要先洗手 不要打完喷嚏以后 就揉眼睛啊 或者是接触一些棉膜的这些部位 所以就是总的来说 要注意做好个人的防护 和个人的这种卫生 那么当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时候 比如出现了有咳嗽 有发烧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呢 我们建议不要自己先去吃药 也不要上网上去查 按照网上的这些建议 然后就自己吃药 也不去医院觉得扛两天就可以过去了 那么在现阶段呢 我们建议呢 如果出现了这样的症状 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 正确的这种诊疗的帮助 我们二级以上的医院呢 也就是说我们在区县市 还有省这些医院呢 我们都设有这个发热门诊 我们的患者出现这个症状以后呢 不管是到普通的门诊 还是去发热的门诊 即便到了普通的门诊 也会有专业的医务人员 给他量体温 那么发现这个病人有体温升高的情况下呢 会提示他或者给他一个口罩 要把口罩戴上 并且要把他引导到发热门诊 来进行排查